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在败诉后经常会影响他们本人的个人争气 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张一新在上过统槽大会之后 就一直被很多人恶意黑 如吃草素到小绵羊人设的 而张一新作为一位非常努力的艺人 一直有着把华人音乐带向世界的梦想 但是这个梦想却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恶意嘲讽 张一新对待音乐的态度从来都是非常端正的 在当初好友吴亦凡被网友质疑刷网的时候 张一新也马上发布动态进行努力 维护好朋友当初陆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说过自己没想着要在娱乐圈留下什么 甚至可能很早就会退出娱乐圈 不过张一新却和陆寒不同 他曾在多个场合说过 自己想要留下一些好的作品 最终他选择了自己热爱的音乐 虽然也拍过一场好戏等电影 但也是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音乐